我的向国府 新修成了一座门 你们说加点什么装饰好 向国府的门 最重要的是稳重 在门上画点避邪的东西吧 什么东西好避邪 关公最避邪 您可以在门上画幅壁画 比如这样 你跟我生什么气啊 当年你儿子就把这玩意儿 画在了于静家墙上了 草屁 爸爸 不是你说的于静跟了你三十年 到头来中心 还不如庞德 可我也没让你这个逆子 气死我的爱将了 爸爸你听我解释啊 水炎骑军在正式上 是因为河水暴涨 又不全是关羽之功 那关羽带领蜀军 避开了洪水 又抓住了攻打我军的时机而已 那你还在他墙上 画水炎骑军图 这不叫水炎骑军图 这叫于静寿降图 听起来更恶劣了 于静将军又做错了什么呢 都是当武将的 他不知道看天象地势的吗 何况他还是以降将俘虏 那样的身份被放回来的 身为武子良将 简直丢我大魏的脸面 我画点壁画 更推下怎么了 就是 而且关羽的形象还镇宅呢 说起这个镇宅啊 刘备我看你的房间空空荡荡的 要不我也给你送点镇宅的装饰 主公不可信他 保准没安好心 我汉自有浩然正气 我才不会理他 得个镇宅的东西 也不是什么坏事 孙权 你要送的是什么呀 臣等正欲死战 陛下何故先降 你们怎么都哭了 这个匾额 是什么意思呀 白衣渡江之后 刘备集团失去荆州 从此横跨精益的图谋破产 尼蜀再起不能的时代来临了 明白了吗 你 我什么我 尼蜀不就是从那开始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环环相扣 节节败退的吗 关羽意思 全军都不冷静了 刘备死后还妄想着光复汗室 最后什么剑术都没有 而等除了狼子野心之外 一无所有 哪能理解我忌汉的伟大理想 怎么能说 我除了狼子野心一无所有呢 那你还有啥啊 我还有命啊 我这人也没有别的特长 就是命特长 可惜你父兄 都是短命英雄 你却蓄了命死的活了那么久 那叫什么来着 猛虎不长手 王八活千年 说实话 当年我还担心我活不过曹丕来着 于是一个老臣 跟我说陛下 您别担心啊 曹丕肯定活不过您 您看他这名字 取得就损 我名字怎么损了 丕可以拆成不实 他从现在起 也活不了十年了 难怪司马懿 让曹丕养兵十年在法无 原来 能熬一个是一个呀 好家伙 司马懿熬走了曹氏家族三代人 厉害了 快成功了 能熬一天是一天 仔细想来 东吴在孙权之后 也没出过什么明军 德国后期动荡不堪 还出了孙昊这么个暴军 和我季汉的企业文化 真是天壤之别 东吴的企业文化 也就那样 为了哄领导开心 什么话都说 偏偏领导还爱无理取闹 像什么群臣艳影的时候 牵来一头驴 嘲笑脸长的臣子了 被劝说 减少打猎还叛逆新起 专门打造一辆涉虎的车了 又不是只有我们这样 曹皮还在自家臣子的葬礼上 学驴教呢 我那是为了送别好友 要是这也叫荒唐的话 最荒唐的 不是他近吗 我们怎么荒唐了 客药五十三 打铁加裸奔 竹林七险的癫狂行为 不都是你司马家逼出来的吗 你们三方还真是各不相让啊 好在我纪汉没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企业文化 三国三大美女 江东大小桥 河北真浮翘 你们蜀汉除了盛产抠脚大汉 还有什么 这也要卷 那么你汉的企业文化是怎样的呢 让你见识见识我徒弟 天水其林儿 诸葛亮邀请江维加入群聊 北伐 北伐 看见没 这就是我纪汉人的素质 我的天哪 打工人的狼性文化 可是结果还不是五次北伐 四次失利 太可怜了吧 还好还好 落风颇下 凤雏落 沃龙秋风 五丈云 苦鸣一死 我爸爸天下无敌 放屁 我二弟天下无敌 呵呵 那只是因为外号起得不好 沃龙凤雏 幼林中虎 你要是等江维这个幼林长大 不得打哭你呀的 没办法 在我大魏绝对国力的倾压下 一切坚韧都不堪一击 错 后世文人细子 百姓黎明 之所以多以记汉为阵头 就是因为我们的坚韧 哪怕明知是知不可而为之 也要在这样荒唐的时代 坚守正派的礼仪 可恶 被他装到了 你蜀汉是阵头 不是因为姓刘吗 你们蜀汉算什么阵头啊 当年汉宪帝把皇位给了我 按照传统来说 我们才是正统 所以人家叫 汉卫六朝 魏晋南北朝 不叫蜀晋南北朝 呵呵 那是因为后来的人 根本就没把我们 从汉朝翻出去单算 四鸭子最硬 你们礼貌吧 听起来三国时代 好像又跟我们吴国 没什么关系 本来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汉宪帝善让给了曹丕 我家打出的是 匡谱大汉的大义 从法筒上 从血缘上 你吴国都没啥关系 对啊 你凭啥称帝 难怪三国演义里头 对于吴国琢磨那么少 都快赶上小透明了 没错 电视剧里将为一死 魏晋善让 吴国十几年 直接被旁白一句话带过了 罗冠中呢 现在怎么没动静了 罗冠中时刻为您服务 听闻我去世后 伯约仍然坚持北伐大吉 九讨中原 哪怕之前有废一的反对 之后有黄浩的排挤 甚至忌汉在明面意义上 亡国之后 依然置存光复 这样的执着 无疑也继承了忌汉的灵魂 我甚是欣慰 不如我把邓爱拉进群聊吧 拉取失败 邓爱回复 囤囤囤囤囤 囤天中污囤 囤绕 死马老贼 突然拉人 杀什么风景 敌军在这儿 善得情 你还听了下去啊 当然 我觉得他们这种情怀 很有誓言 我听着觉得很开心 可是爸爸 他们是敌军哪 能与阵营不同英雄相惜 孟德果真是当世英雄 一想到他们 明明有这样强大的执念 却始终打不过我大位 我就更开心了 哈哈哈哈 哦 是吗 虽然你司马家最后赢得天下 但晋朝在历朝历代中 风平垫底 九大王朝里存在感几乎为零 几乎为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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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